本来这个影片会很帅的 因为我会全部带完在手 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现在扭到手了 所以这影片就变成怎样了 Huawei Vox GT 5 Pro 大满贯 我的手痛 不要再看我的手啦 言归正传看回手表 有没有觉得颜值天花版呢 Huawei这是一共出了两个男款 两个女款 一个Titanium 一个黑色 一个陶瓷白 还有一个普通白色 Huawei终于为这个系列更新了 我跟你们讲它的上一代 不是GT 4 Pro 是没有的 它上一代是GT 3 Pro 我两年前拍的 两年后它终于出新版了 先把总结讲在前头 强而美 外形 第一个先给你看 帅炸天的Titanium 它是Titanium表圈 再配上Titanium的表带 46mm的表盘 很大 不用问就是给男生的啦 然后它整个外形 就是一个很钢铁 很man的 而且还有一点点像Rolex 拿上手其实是不算重 它只有92g罢了 作为对比 Rolex的手表呢 最起码都是 130-140g左右起跳啊 而且还用的是Titanium的材质嘛 所以它很坚硬 然后又抗水又抗花 表盘呢是一个八角形设计 它特地分成了上下蓝红一半的表圈 旁边表官呢也有一条细细的红线 而且我一开始觉得 是这个地球的wall paper嘛 我转一下喔 整个地球会转动的 就很premium 很贵的感觉 体验感是good的 第二款也是男款 46mm 但是呢你看wall paper就懂了 它没有像上一个Titanium这样强势 这样商务 它是比较偏更加热肠休闲戴一点 而且它的表带哦也是这种用了浮相交的 所以更加casual 这款呢可以带出门也可以运动 而且它整个更加轻一点 第三款是女孩子款 42mm yes 这个是我的了啦 还要是白色的陶瓷 oh my god 整个超漂亮 陶瓷表身 配上陶瓷表带一set 无论是摸还是看呢 我都给90分 有手感 有颜值 重点也是很轻 还要是白色 它就很适合OL上班族出场面 很干净很自信的女孩子 细心看哦表圈 其实它也是和男款一样是八角形的 但是华为的还有用一个圆形 很好的把它过度了 所以它不只是圆这样单调 它是有设计感的 那表官呢也是特别设计过了啦 冷型design 很立体 也跟整个手表是同一色系 金配白华为的审美 第四款也是女孩子款 42mm 同样是陶瓷表圈 但是它的表带用的是浮相交 也是比较属于那种热肠休闲佩戴的 OK 四款到齐 那这时候你们就会想问 它的表带容不容易换呢 其实就是超级无敌容易 我现在是示范不到啦 但是我之前已经try过了 只要你按着这个button 它就可以整个脱下来了 你也不会按到手痛的 这次华为Wars GT 5 Pro 有两大重点是你们一定要知道的 第一点就是它们的screen 都是用蓝宝石玻璃 你不用贴膜 你直接这样子用就可以了 因为它蓝宝石是很坚硬的嘛 对它很耐刮它很耐花你也不会心痛 另一点就是华为Wars GT 5 Pro 是第一款用上了 IP69K等级的智能手表 IP68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嘛 69就比较少听到 IP69的意思就是 它在防水防撑的同时 还可以做到防高温跟高压 which means 我们是可以带着这个GT 5 Pro去潜水 低温也不用怕 它是可以下到40米 也可以承受到水价的压力 关于外形这边呢 我必须做一个小总结 以前当我们听到 哇 这个手表 它用Titanium喔 哇 它用陶瓷喔 它用蓝宝石喔 像这个手表喔 不是Rolex 就一定是Budget Fit的 它不是十几千 就是几十千了 但是现在呢 这些Hamblan功能 都在华为的手表身上用到了 有时候我真的配服华为 它一个带头把这些材质 用在智能手表上面 这样以后这个行业 就会越来越多 品牌会跟着用上咯 表盘设计 这是非常多 多到我每一天换一种喔 都可以换个几年吧 它里面有三万多种 有给钱的 也有免费的 免费的其实已经很美了啦 它有多功能性款 有艺术感的 有Garton的 有Cube的 有花的 很多啦 特别讲一下 这次有一个表盘是很得意的 叫做Ped Panda 这个啦 它Cube之余呢 它是有功能的 它可以检测我的情绪是好是差 它其实是透过体温跟心率 来检测我现在的情绪状态啦 比如说我现在心情蛮好嘛 它就会出现这个表情喔 但是如果我压力大的时候 它就会出另外一个表情 然后同时它会提醒我 叫我Relax 叫我深呼吸这样子 突然觉得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看一下它 就好像心情好回忆的喔 我觉得功能是给女朋友的啦 给女朋友带着 然后男朋友在看到他的手上的表现的时候 就知道 我现在不可以讲错话 我是觉得男朋友 其实弟弟都不能讲错话的啦 啊 知道就好 我发现我可以戴到这个手表耶 耶 一起配合一下我 功能上面呢 在Watch GT 5 Pro 它用的是刚刚最新发布的 TruSense健康管理系统 新的就是特别好啦 它现在在计算那种 健康数据的时候 会更加精准 跑步啊 睡眠啊 ECG啊 凉血压 血氧的精准度都提高了 为的就是一个目的 让你的数据更可靠 你就不会再出现 这么我的步数不准的 运动模式 其实它里面呢 有超过100多种的运动 好像平时我们的游泳啊 跑步啊 Balminton啊 什么这种都一定是有的 它这次形成了一个新的运动 叫做Golf Course 不是平时我们夹夹打爽的那种 Driving Range啊 它是真的是下草坪打的那种 high end 高的肤球 它可以把Golf场的地图 直接下载到手表里面 然后你就看完整片草坪嘛 我是有听过什么国领波度啊 国领方向这些词的 那Washiti 5 Pro呢 它除了透过AI 可以计算家提升这些精准度之外 它还用了华为的向热窥天线 去提高测距的准确性 是不是准我是不懂啦 等以后我有机会打Golf Course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们 你们给我一个两三年 跑步的话呢 手表也可以追踪路线图 跑完就可以看到整个路线 也可以share出去 Exercise Ring也是很明确啦 每日的KPI进度啊 它也会建议你可以做什么运动去Hit Target等等 接下来来解答一些很热常的问题 真的很热常啊 能不能接电话跟打电话咧 来call我 哈喽 啊 你要买什么 呃 先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call con 第二个 能不能回复message 来whatsapp我 它可以直接回复 甚至说你可以跳完整个full size keyboard 出来都可以 但是它依然有一个弱点 就是还是看不到whatsapp的image 第三个 能不能绑access card 可以了哦 示范给你看 第四题 手表有机耐电 不用我讲咯 华为手表冲了名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耐电 我这个华为Wax GT 5 Pro 是可以14天 实际用起来咧 今天是我带的第四天 没有充过电 每天亮度我开50到60之间 全部侦测我是开到完了的 也去打了peakable 回复信息啊打电话照常 现在剩下56% 这个续航力没有别的手表可以fire 看称续航之王 而且就算你真的没有电啊 拿去充一个小时 它又可以再用两个礼拜哦 第五 有没有防水 有 它有5ATM的防水 而且刚才我讲了 还有IP69K嘛 就是说你可以带着它冲凉 带着它收纳洗热水澡都OK 因为它防热 第六 一定要连华为手机吗 iPhone可以嘛 可以除了iPhone之外 其他Android手机都是可以的 那其实像是Calendar啊 遥控拍照啊 月经Calendar啊 手电筒啊 这些都一定是有了的啦 该有的都有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功能 是我新发现的 就是你可以观察满你家人的健康 首先你要买一台华为的手表给它 不一定要Hawaii Watch GT 5 Pro啦 别的型号都可以 Hawaii Band也是可以的哦 然后你就打开你的Hawaii Health App 里面有一个栏叫做Community 在这边呢 你就可以一次过把你家人的数据全部看到完 像是老人家 小朋友 他们不会自己看嘛 你就可以透过你自己的Hawaii Health App 看买他们的 所以你不需要去拿他们的手机 你看你自己的手机就可以了 最好的example就是 你是KL做工的游子 你的父母在Kampong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 一直去monitor他们的健康 总结真的是开头的那一句话 强而美 还有14天的续航啊 它防水防日啊 然后可以打电话 可以连WhatsApp 又有可以连access card 然后表盘多到用不完 功能真的是非常多了 而且它的颜值是真的高 我带出去五天 已经有三个朋友问我 你戴的是什么手表了 证明它的回头率是真的有的 最后的最后就是它的价钱了啦 女版42mm的是1999跟2599 男版46mm就是1399跟1999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解释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